黑神话 悟空首日创造游戏历史 首发推动索尼 PS5天猫销量 新款AirPods Max 2即将开售 谷歌Gimel Gemini可润色邮件草稿 黑神话 悟空在发布几小时内就成为Steam上第二受欢迎的游戏 在全球首发时 它吸引了超过210万的同时在线玩家 超越了赛博朋克、2077和爱尔登法环等热媒游戏 强劲的首日表现可能会提升对中国游戏行业的期望 该游戏由游戏科学开发 腾讯进行了投资并在WeGame平台上负责发行 它在中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相关股票上涨并在社交媒体上占据主导地位 这款游戏也可在PlayStation 5上游玩 被视为中国在高预算全球大作方面的一次认真尝试 主要评论网站给出的评价大多是积极的 黑神话 悟空的发布引发了对索尼PlayStation 5的购买热潮 在悟空8月20日发布前的一周 PS5在阿里巴巴的电子游戏设备榜单上越居首位 销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悟空可在PS5和PC上游玩 在发布当天登上了阿里巴巴淘宝的热搜榜首 在一个由移动游戏主导的市场中 这是本地消费者罕见的拥抱主机游戏领域的一次机会 悟空由游戏科学开发 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 有超过220万PC游戏玩家同时游玩 腾讯持有游戏科学的股份 并在其WeGame平台上发行这款游戏 苹果秋季产品线即将推出 备受期待的AirPods Max 2可能很快就会亮相 新版本预计将搭载新芯片 可能是AirPods Pro 2中的H2芯片 实现强大的音频功能 如自适应音频 对话感知和个性化音量 它还将像苹果其他近期产品一样采用USB-C充电 苹果可能会推出新的颜色选项 人们对智能保护套的替代品也有猜测 AirPods Max 2的价格未知 但竞争产品引发了对苹果定价的质疑 虽然预期的功能并非革命性的 但这次更新早就应该到来了 谷歌正在升级其GIMEU中的GEMINI写作工具 现在除了正式化或缩短电子邮件等选项外 用户还可以点击润色来完善草稿 拥有Google One AI Premium账户 或为Google Workspace购买了GEMINI附加组件的用户 可以使用这些工具 打开一个空白草稿时 会出现帮我写快捷方式 一旦草稿有12个或更多单词 就会出现完善我的草稿快捷方式 滑动此快捷方式会出现润色 正式化 详细阐述 缩短或让GEMINI撰写新草稿等选项 好 感谢观看